一起来祷告开始今天的聚会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神把我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 并且呼召我们来到了主女神的教会当中 在这个现在混乱的世界 祈求神能够教导我们 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做什么 祈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福音的信息 传给我们周围正在死去还不知道的灵魂 祈求神能够在这次福音不到 会呼召更多的灵魂能够来聆听神的话语 并且拯救他们 也祈求神能够恢复我们在苦难和困苦当中的 弟兄姊妹们能够恢复他们 让他们能够唯一的单单仰望神而活 我们同样也祈求神能够 今天与我们每一个计划的事项同在 我们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兵祷告阿们 所以我相信呢 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刚刚那个前几天出国的这些弟兄姊妹今天都回来了 是吧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好久没有看到的这些面孔 今天看到了是吧让我们互相打一个招呼 然后说问候一下 所以呢正在这个福音布道会之前呢 我们所有的这些战士们全都回来一起聚集了 所以呢我真的是非常的期盼着神今天到底要通过话语来教导我们神吗 你看这个inno呢他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做笔记了是吧 今天神要跟我说什么 我真的是 我很遗憾这前面没有再往前的这个座位了哈 我们现在找一下这个马太福音 我们一起找一下马太福音 十九章 上一次呢我们学了这个马太福音的十八章 我们呢从这个十九章的二十三节开始 来读 耶稣对门徒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我又告诉你们 骆驼穿过真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那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七节 彼得就对他说 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这个是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神首先呢先提到了这个救恩的问题 天国的问题 然后呢他又提到了 这个基督徒呢 将会在天国得到什么样的这个奖赏 所以呢 这个两个最重要的圣经里面的重要的信心呢 就是救恩和这个奖赏 就是最后要得的荣耀 在天国里面的 所以我觉得对那些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呢 可能二十七节呢 会非常的打动他们的心的 所以呢 这个彼得使徒呢 他说呢 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所以呢 让我现在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下你自己 你知道那些 把所有的一切都撇下 然后跟随神的人 他们将来会得到什么呢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对那些 把一切世上的东西 全都拒绝的人 然后跟随神的人呢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奖赏 在等着他们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当中呢 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 离开了他们的这个家乡 然后来到这个国外呢 来传福音 我觉得我们呢 是有这样的这个权利呢 来问这个问题 问神的 我们可以问神这个问题 神啊 我已经把我的这个 自己的国家离开了 然后来到这个外国来传福音 那我会得到什么呢 所以当然了 所有的我所经历的事情和我 和这个所有经历的这些环节 可能不一定都能在圣经当中 找到这个相匹配的这个经文 但是如果有和我这个情况 特别相似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能够得到安慰 那这个姊妹可能同样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说那我离开了我的国家了 我会得到什么呢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呢 神非常仔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神同样的也以同样的话呢 来回答我们 28节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 到复兴的时候 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这个首先呢 第一个呢 就是你呢 会进入到复兴的时候 不是在现在的这个世界 而是呢 我们会进入到这个新的复兴的那个世界 不仅仅呢 到了复兴的时候 同时同样同时呢 我们还会坐在神的这个宝座上 这个宝座通常呢 是给王坐的是吧 对所有的得救从事的基督徒呢 这个神的这个宝座呢 已经准备好了 不仅仅是这个伊丽莎白女王 或者是这个查尔斯王 能坐的这个宝座 我可以确定的是 如果坐在宝座上的话 那真的是意味着所有的一切 是吧 有物质 有权利 然后有永生 所有的一切呢 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然后二十九节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姐妹 父亲母亲 儿女田地的 必要得着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 这里面说呢 承受永生 这个不仅仅是这个来生 同样的在今生也必要得着百倍 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有的时候 这个这个应许呢 这个世上给的应许呢 有的时候不会实现的是吧 有的时候这个公司可能说 应许给你买一个机票 让你去哪 然后也没有给你 有的时候可能应许你 可能给给你一些好的东西 但是你却也没得着 但是呢 这个提到这个神 为你所预备的这个奖赏 你觉得你是能不能得到呢 这是百分之百的确认 这个有保证的这个奖赏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你们可以过好象生活 你知道这个在世上呢 这个世上的人呢 就为了一个很小的一个百分比的一个几率 他都会非常努力的去得到 那对基督徒来说 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这个 应该更加的有关系 那些不能够积极的过信仰生活的人呢 他是不能够明白的 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事情 首先呢 神呢 先说的是 进天国的问题 特别是神呢 清晰的 谈论了这个财主和 进天国的这个关系 所以呢 在之前的这个经文说了呢 这个耶稣对门徒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财主进天国 是难的 所以 我们可能也 在我们当中 也有一些 这个有钱人 是吧 非常感谢的是呢 非常感恩的是说 他没有 神没有记录说 财主进天国 是不可能的 那这就不公平 是吧 神没有说 是不可能的 但是神却说呢 而是说呢 而是对财主来说 今天国是难的 那有多难呢 在这节章文 新闻里面说呢 说呢 这个骆驼 穿过神 真的眼 比财主进神的国 还容易呢 我们能够想象 能有多难呢 嗯 所以呢 这个图里面说呢 这个骆驼 非常惊讶的说 你想让我干什么呀 穿这个真眼吗 所以呢 就算是在我们当中呢 如果要是有 非常这个富的人 然后得救的话 那真是奇迹当中的奇迹啊 如果这里边 真的是有弟兄姊妹 要是真的是得救了 并且 他是在一个富有的情况下 得救的话 你应该请客 请我们吃饭啊 所以呢 这个奇迹呢 发生在你的身上了 这是多么惊奇的事情啊 所以呢 在圣经里面说呢 虚虚的人呢 有福了 这些灵力贫穷的人呢 能把福音传给他们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 贫穷的这个词 这个原因呢 不是说是相对于贫穷 而是呢 非常的贫穷 这样的人呢 他们能够相信 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呢 同样也说了这个 穷人呢 有福音传给他 所以在圣经里面呢 没有很多的这个经文 提到这个 提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富人的时候 没有很多的这些好的词呢 和他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 路加福音16章里面 所提到的这个富人呢 有一个拉萨路的故事 和这个富人 财主的 这个故事 然后这个财主呢 说是将来 那个 后来去了地狱 然后同样的这个 在这个 路加福音12章里面 所提到的这个富人呢 同样说他呢 挤贼了很多的财富 然后呢 很多的这些仓房 但是最终呢 他却没有使用不了了 实际上呢 这个 在这个世上富 这个 有钱呢 是 非常的 其实是 对今天国是不利的 所以呢 你应该很感恩 我们没有那么富 是吧 如果 如果我们特别的富的话呢 这个得救非常难 同样保守我们的 饲养生活也非常难 因为 今天国呢 就非常的难 所以呢 要是 要是 有钱的话呢 不是一个特别 让你高兴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弟兄 最近呢 刚去了这个 非洲 这个宣教旅程 我们能够看到 在这个 穷的地方传福音 和在富的地方传福音 非常不一样 是吧 非洲传道 和在英国传道 不一样 是吧 是不是 这个在 这个富的地方 传福音 是非常难的 是非常难的 寻找到这个 灵力贫穷的人的 所以我们要是 一个付出的 一个生活 实际上 不是一个好事情 然后在诗篇 52章 七节里边 说呢 这 他 他就是说的是 这个人 是一个恶人 说呢 看呢 这就是 那不以身为 他力量的人 只以藏他 丰富的财物 在邪恶上 建立自己 所以一旦 你有了物质 之后呢 你就倾向 依靠这个物质 而不是依靠神 所以呢 我们呢 没有 不需要去羡慕 那些富人 在诗篇 49篇 16到19节 里边说呢 见人发财 家是增容的时候 你不要惧怕 因为他死的时候 什么也不能带去 他的荣耀 也不能随他下去 这个 虽然你周围的人 可能越来越有钱 而且活得 越来越好的生活 不用去羡慕他们 因为当他死了之后呢 他什么也不能带去 他的荣耀 也不能随他下去 所以呢 他 吸宰了很多东西 存了很多东西 但是在死了之后呢 他却什么也带不去 所以呢 因为这个 兔人得救是非常难的事情 那么 如果 一个教会 全都是富人 全都是受高等教育的人的话 那这个教会 不是一个真的教会 因为圣经里边 神说了 我实在告诉你 正常的教会呢 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教会 只有富人的话 那真的是很可疑 是吧 如果你看到一个教会里边 有很多的穷人的话 这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呢 这个 在哥林多前书里边的人 拒绝在这个教会里边 这样的教会呢 应该是这个正常的教会 这里边说呢 弟兄们呢 可见你们蒙照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周围的人 有没有任何的 我们周围有富人吗 有没有这个 这个受教育特别高的人吗 有一个姊妹 她呢 这个坐坐 这个叫公交车 非常早的开始 坐公交车过来了 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在教会里边聚集呢 在这里边说呢 淤浊的 软弱的 卑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这里面按着肉体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但是神呢 却拳选了 世上淤浊的 所以我们呢 是淤浊的 然后呢 又拳选了 世上软弱的 所以我们是软弱的 然后呢 又拳选了 世上卑贱的 所以我们是卑贱的 在这个 新国际版本呢 是说是卑贱的 然后呢 这个版本说是被人厌恶的 所以呢 这些描绘 我们描绘的多准确呀 我们什么也没有 没有房子 没有钱 但是当我们看 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他同样是有一个 非常这个 这种这个 贫穷的这个形象 他是架生在马朝里头 不是这个皇宫 然后呢 他的这些使徒 也是非常普通的人 所以甚至在这个 被这些使徒传 所传的这些灵魂呢 同样呢 也是哥林多前书里面 所记录的平常人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 所以呢 在这个非常这个 发达的这个国家里边呢 说 这个 活在这个发达国家当中 有的人说呢 哎呀 这样的生活比过去的这个 王的生活都好 在这个 过去的这个 所记录的这个 王的生活呢 你想象一下 这个 在这个 记录圣经的年代的 这些王 他们那时候 没有这个 电视 也没有这个智能手机 所以呢 这个福音 在这个 像美国 像欧洲 这样的国家 能够传播 实际上是一个奇迹 所以呢 这个门徒呢 就问这个神 说 那么 谁能得救呢 如果要是 真的是非常难的 能够进天国的话 神呢 那到底谁 那么谁能得救呢 那耶稣回答 他说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 说 在人 这是不能的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神呢 是有这个 天国的 这个钥匙的 有钱 用钱 用物质 用好的信心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做不到的 这个在人呢 这是不能的 无论人怎么做 是不能的 这是 这个 但是耶稣却说呢 在神 凡事都能 在旧耶和新约 同时呢 都在清晰的 说出了这个 旧恩在于耶和华 在这里边说呢 诗篇说呢 旧恩出于耶和华 旧恩属于耶和华 旧恩属乎耶和华 神呢 全知全的神 特别是这个旧恩呢 是属于主的 这个真的是 非常的安慰我们 是吧 我们知道 这个传福音 是非常难的是吧 像我老公 这样的人 也能得救吗 这 这么 这个 属世的这样的人 属世的这些英国人 活在最终的 这些属世的英国人 他们能得救吗 但是旧恩 如果要属于主的话呢 那我们就有盼望 对于我们来说 是没有 这个 我们是不能够去 医治他们 拯救他们的 改变他们的 有一个例子 在路加福音 十八章里边 甚至这个 充满了罪的 这个税力 也得救了 在路加福音 二十三章里边 这个强盗 充满了罪的 这个强盗 犯了那么多 罪的强盗 同样也被 耶稣基础拯救了 同样呢 在约翰福音 八章里边 这个有非常多的 这个也乱罪的 这个女人 被抓住的 这个女人 同样也得救了 在撒玛利亚的 这个女人 也是一样的 甚至呢 有一个像保罗 这样的人 这个逼迫了 得救重生的 基督徒 那么多的人 也同样得救了 这些例子 清晰的是 都证明了 所有的在神呢 全部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你知道这个 约翰牛顿吗 他就是这个 是把很多的人 卖成奴隶 卖了很多的 这些人 他是非常 邪恶的一个人 邪恶的一个人 就算是他 即便是他 也得救了 在他得救之后呢 他成为了一个牧师 他说 尽管我的记忆力 会衰退 但有两件事情 我会非常清楚的 记住 第一个呢 就是我是一个 罪很大的 大罪人 第二个呢 就是基督 是一位伟大的救助 这里边有一个 这个电影的 一个桥段 这是我的一个 坦白 你必须呢 要使用它 名字 这个 船的记录 然后港口 人 所有的一切 我记住的都写在这里了 尽管我的这个 记忆力会逐渐衰退 但有两件事情 我会清楚的记得 就是我是一个 罪很大的大罪人 还有就是基督 是一位伟大的救助 你必须要把这个出版 用这个呢 把这个船呢 要吹出来一个洞 我希望 我能够 曾经记住 他们的名字 两万个灵魂呢 他们都有名字的人 其实非常漂亮 美丽的这个 非洲的名字 但是我们呢 就只叫他们 这些吵闹啊 噪音呢 我们才是猴子 他们才是人呢 我呀 直到写这个完成为止 我都哭不出来呀 我曾经是瞎眼的 但现在我看见了 我有没有写这句话呢 是的你写了 那现在最后呢 这是真的 那现在Wilber去吧 我们都有很多的工作 要做你和我 所以呢 这个人呢 这个绑架 带走了很多的这些 非洲的奴隶 然后呢 杀了他们 带走他们 但那个时候 是他得救之前呢 他不知道这是那么大的罪 但是在他得救之后呢 他明白了 他是多么的一个 有罪的人 然后这个救恩 就是多么的伟大 然后呢 他写下来的这首赞美诗呢 就是奇异恩典 这个奇异恩典 是多么甜美的声音 神呢 拯救了一个像我这样的罪人 曾经我是一个瞎眼的 曾经我是丢失的 现在我看见了 我现在我被寻回了 所以呢 说免得有人自夸 所以那些得救的人呢 是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夸口的 这里边说 既是这样 哪里能夸口呢 没有可夸的了 你觉得你 过一个好的 信仰生活 然后有一个职份 你是觉得很好吗 但是我们不能夸口 所以呢 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我的工作 我的孩子 我的职份 都是神所赐给我的 和这个救恩在一起 所有的赞美和 这个荣耀呢 都应该回 回 回馈给神 甚至在得救之后呢 这个富有呢 也可能会 不是一件好事 圣经里面 这个老李嘉教会呢 他说 我是父子 我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但却不知道 你是那困苦 可怜 贫穷 瞎眼 赤身的 但是相反呢 这个四美拿教会呢 他们有 困难和贫穷 你知道这 两件事情 在一起呢 是非常难的 但是呢 神却说 你却是富足的 所以呢 即便是得救之后呢 神也把你放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 神给你苦难 也是有神的这个理由的 这个有可能呢 是更大的祝福 那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我们心想生活的核心 什么是什么呢 就是要非常紧紧的依靠神 但是对富人来说 来做到这一点 是非常难的 你知道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钱 那我们甚至都不需要担心 我们的心的这个 教会长 这个教堂了 是吧 如果我们要是英国国教的话 那政府也会 都会给我们一个教堂 是吧 但是总是我们 总是缺乏很多的东西 是吧 哎呀 我要是再多一点钱 可能就好了 是吧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 会让我们更加的依靠神 会让我祷告的 甚至对这个 奉献也是一样的 甚至就更穷的人呢 总是奉献的更多 有很多的情况下 是这个富人呢 是给非常 更少的奉献的 你知道 就算是这个 请招待别人的话 也是这个穷人呢 这个做的更多 所以呢 对这个救恩呢 神提到了说 这个在灵里的这个贫穷呢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有很多的这个困难 那么请大家呢 再稍稍的等待一下 就像我刚刚昨天提到的 昨天的青年会 的聚会 所有的神的已经在行动呢 可能在我们的眼睛当中 可能看不到神已经在 作为了 你知道这个非常大的 这个船 虽然它跑得在 很快的速度在跑 但是在这个 陆地上的人的眼睛 看的时候呢 看这个船好像是没跑一样 这个角度 所以呢 在 这个船呢 正在着很多的 这个祝福呢 在向你快速的驶来 但是在你的眼中 好像是看不到 所以你就得不到 这个祝福 所以神同样呢 也还回答了这个 门徒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呢 那我们 会得到什么呢 你知道那些 什么都有的 在享受 所有一切的 这样的人呢 他可能不会问出 这样的问题的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什么 想要的东西都有的话 你 你跟神说 我已经把所有的一切 都撇下了 来跟从你 将来我要得什么呢 那神会说什么 没有你 没有撇下一切 跟从我 所以呢 这个是我刚才 我们刚才得到的 这个话语 这就是神说 给我们的这个 要给我们的这个 应许的这个奖赏 第一个呢 就是到复兴的时候 就应许了我们 会进入到复兴当中 这个 复兴呢 这个词呢 就是我们 进入到的 这个复兴 是要用一个新的身体 比如说我们要是 去这个外太空的话呢 我们是不可能 就带着我们 这样的身体就去了 神同样呢 也说了 会有这个 我们身体的这个复活 改变 改变 所以我们呢 也在等待着这个 万物复兴的时候 然后呢 但受障之物 仍然指望脱离 败坏的瑕疵 甚至 对于我来说 我也 还 等待着 那天呢 就是我最后 能够完全脱离 我这个腰疼的 这个问题 然后呢 最后呢 我将来呢 也不会需要 我戴眼镜了 我呢 非常的恨我自己 犯很多的罪 比如说论断 弟兄姊妹啊 什么的 但是有一天呢 我会 不会 犯任何的罪的那一天呢 我会来到的 所有的这些困难 我们在这个 疾病啊 还有我们人际关系啊 还有所有的这些焦虑啊 和担心呢 会在那一天 全部都消失的 所有的一切 都会被复兴的 都会重新的 所以在 而且呢 最终呢 我们还会有一个 好的名字 一个新的名字 在这个传道书 七章一节里边说呢 这个好的名字呢 强如美好的高游 然后呢 在这个奇事录里 二章里边写呢 时尚写着新名字 所以对这个新的名字呢 等待着这个 得救充生的基督徒 我们现在找一下 这个罗马书 十六章 罗马书十六章 在这个罗马书十六章 大约有这个 三十多个 使徒保罗的 这些同工的名字呢 记录在这里面 特别是 在这个一节里边 记录了这个 姐妹菲比呢 这个名字呢 记录在这个圣经里面呢 是非常的有 这个荣耀的这个名字 在二节 在二节呢 她的 这个菲比呢 是她世上的名字 然后第二节呢 她的名字就改变了 这里面说呢 她是尖格里教会的 女执事 这个她在任何 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 也帮助了我 所以呢 当她进入到天 神的天国之后呢 不会再叫她 过去的名字了 而是会叫她 为呢 就是 曾经帮助 很多人也帮助 我的这个帮助者 同样 白基拉和亚军拉呢 他们的这些名 这两个名字呢 是 这个世上人的 这个名 被称呼的这个名字 但在天国里面呢 他们的名字 会被改变叫什么呢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 与使徒保罗同工 并且将生命也 置之度外的人 那我们的名字 会改变成叫什么呢 我们的名字 可能会改变成 叫说 这个 一个为了福音 而不怕死 冒死的危险的 这样的人 同样呢 这个弟兄姊妹 打开他们的家庭 然后 邀请弟兄姊妹们 招待他们的人 给他们做饭的人 我们可以这样的 叫他们 有一个弟兄姊妹 总是坐在前面的 这样的人 还有呢 就是 每一次 有福音不到会 都会领一个灵魂来的 这样的人 特别呢 这个 姊妹 这个 笔西式 这个名字呢 在十二节里边提到了 又问 为主 劳苦的是非 拿是和 土富 沙斯安 问 可亲爱 为主 多受劳苦的 比西式安 我呢 特别查了一下 这个笔西式子 这个名字 Persese Persese Persese的 名字的意思呢 就是说 波斯来的 小女孩的意思 也就是说 她呢 也没有个 什么 名字 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英国人 在这个身上 英国人 可能叫我们 就说 这个亚洲人 这个亚洲男人 这个亚洲女人 然后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代呢 这个 Persese的名字 实际上是用在 这个奴隶身上的 就算 这个 这个 约翰 牛顿呢 他也说了 他称那些 非洲的奴隶呢 也不跟他们 叫名字 就叫他们 那个 吵闹啊 什么的 但是呢 他的名字 会在 天国的时候 会改变的 叫什么呢 叫这个 我亲爱的 为主 多受劳苦的 比西式 为 在主里面的 然后多受劳苦的 亲爱的 比西式 这同样的 这同样呢 还有呢 这个 所有我们的名字呢 都会在 我们进天国的时候呢 我们的名字都会改变的 当我们进入到这个复兴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有新的名字的 为什么我们有新的名字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是与主相连了 他的名要存到永远 要流传如日之久 所以呢 这里边提到的是神的名 神的名要存到永远 所以呢 对那些已经和主已经连接起来的人呢 他的名也要存到永远 然后第二个应许呢 就是要坐在宝座上 这里边说呢 你们这跟随我的人 你们也要坐在这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这个不是一个编的一个故事啊 所以呢 因为这里边这个记录了嘛 所以我就想 这个找一下 看看是怎么样 有没有画这个画 但我在Google里面找 没找到 特别的没有合适的话 所以我也没用 这个使徒保罗呢 看 当神 把天国打开 打开给使徒保罗看的时候 使徒保罗看到了天国 他看到了什么呢 他看到了教会呢 在天国里面 在天国呢 所以呢 这个他看到神在中间 同样的有二十四位长老 这个指代的是 这个新约和旧约的 所以呢 所以呢 甚至呢 他可能看到了 他看到了 Josh Josh 弟兄和 这个 初算子们坐在了前面 这些座位呢 连天使都是不能坐的 无论天使 有多么的努力的 这个勤劳的工作 他们是不允许 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的 那这个 会坐在宝座上 多多长时间呢 就是永远 这个伊丽莎白女王 他呢 这个执政 统治了很久 是吧 多久呢 这些英国的学生们 能回答一下吗 啊 Jubilee 70年 他真的是 统治了很久 是吧 但是跟我们比起来呢 真的是 什么也不算 你知道 这个人坐的 这个宝座 也是非常的 相当的漂亮了 是吧 想象一下 如果我要说去那 我要坐在那个宝座上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可能还没到 那个宝座 那的时候 就已经把我给踢出去了 是吧 你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呢 但是如果你要去天国的话呢 这个 比这个宝座 要好得不知道多少倍的宝座 在等待着我 我们 同样呢 这个戴着金的冠冕呢 也在等待着我们 比这个宝 这个皇冠 还要好的这个皇冠 在等待着我们 同样呢 我们会把这个冠冕呢 要还给 会还给神 因为这是从事来的 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为神做的话 那我们也 什么也得不到 是吧 假设你想把一些东西还给神的话 但是你什么都没有做 这是当时会非常的尴尬的情况了 是吧 所以呢 所有的这个我们得到的这些冠冕呢 当我们这个 还回馈给神的时候呢 这个情形呢 描述在启示录里边 所有的得救崇尚的基督徒呢 都会坐在神给的宝座上 说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 所以耶稣基督 他祈祷和应许的呢 是真正的 呃 呃 实现的 然后使徒约翰呢 看到了 会有王 他们会在千年王国会有权柄 同样在天国也有权柄 还有呢 第三呢 就是我们会承受永生 继承永生 当我们提到这个继承的时候呢 这个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而是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了什么 承受了什么 继承了什么 然后这里边说呢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然后呢 说 主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 这个呢 记录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里面 所以呢 真正基督徒的真正的人生 还没有开始呢 所以我们在今生的这个人生呢 只是我们这本书的第一页 这个简言的页 这个基督徒的死呢 只是把这本书的一页呢 翻过去 前言翻过去 每次我们翻这个页书的时候呢 我们的人生当中 越有趣的事情 会发 会看到的 我们现在还没开始呢 如果我们要是死了以后 去了天国的话呢 我们真正的人生 才真正开始 不仅仅是有永生 有永远的祝福 还有这个 得这个 坐在宝座上 同样在今生呢 我们也会得到百倍的应许 这个提到永生呢 我们是继承的 但是提到这个奖赏呢 我们是有条件的 得奖赏 这个救恩来说呢 这只是通过信息 是没有条件的 但是这个奖赏呢 是有条件的 这个就是条件 凡为我的名 撇下房屋或是弟兄 姐妹 父亲 母亲 妻子 儿女 田地的 必要得着百倍 我们来比较一下 这个 这个弟兄姐妹 父亲母亲 妻子 儿子 田地 到底哪个在我心中 分量更重呢 如果你说 啊 因为我得这个 服侍我的父母 所以我不能走这条路的话 那你是不会得到 这个奖赏的 是的 哎呀 我得照顾我的孩子 我这个是做不了 所以神说呢 这个 必要得着百倍 对那些 真正 为神而活的人呢 会经历 这个的 这个经历 一一的能够经历的人呢 真的是 真的是个祝福啊 所以如果你只是 放弃了一个很好的工作 还有一个地方 或者很好的环境 来到这里的话呢 一定会有神要清到给你身上的东西的 在马可福音十章里面 同样也说了 没有不在今世德百倍的 这个有一个 斯布珍牧师 他讲到的一个 讲到 在这个伦敦 这个城市大教堂里面 因为这个讲到非常的长 所以说我呢 就给大家用英语文的读一下 我讲 能尽量的能够像这个 斯布珍牧师的口气这样读一下 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 你不会完全明白 当你教导一个孩子 耶稣基督的救赎之道的时候 当你试图把一个灵魂带到基督面前的时候 你的举动会有一万个钩子的效果 然后这些钩子有 就是如果你要是想给一个人传道的话 会有一万个钩子的效果的 然后这些钩子也会抓住无数的东西 这个教导 圣洁的神圣的教导呢 就像是打开一口井 没有人知道在那个地点产生的水 能够发生的一切的效果 似乎撒一个芥菜种和天上的飞鸟 没有什么关系 是吧 所以当我们想要种一个种子的时候 可能我们不会看到说 这个种子和天上的飞鸟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牧师在说呢 就是说将来的可能性 就是说这个种子 如果长成一个大树的时候呢 这个鸟会过来呢 栖息有这个落脚的地方 所以假设我们说呢 如果这个飞鸟就是这个世上的灵魂的话 如果你撒种 你为神做 你只是传了一下 但是你忘了 但是呢 这个长成了一个树 然后这个树呢 将来就给这个飞鸟呢 能够形成一个栖息的地方 所以这可能会是我们的这个牺牲 我们的传道 或者我们的这个奉献 但是带着翅膀的这个流浪者呢 很快就建立了幸福的联系 教导一个小男孩和劝说 新几内亚的识人者的改变信仰之间 似乎没有什么任何的联系 但我可以看到 很有可能的联系 中非人民的命运就取决于 你对小孩子的教育 我觉得这个对这个 主日学的教师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 是吧 然后这个约翰庞兹呢 给这个烤 这个烤土豆 给这些淘气的小孩子们呢 给他们吃 让他们来学习圣经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约翰庞兹 根本没有想到过伦敦那些糟糕的学校 然而所有这些事情 都有一个清晰的因果链 所以呢 这个约翰庞兹呢 把这个烤的土豆 给这些淘气包的学生 然后他只是给他土豆 但是这种行为到最终呢 却导致呢 有了这个伦敦的宣教院的建立 你觉得这个约翰庞兹 他能想象到说 这样的事情 只是给这个土豆 给这些孩子们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然而这些所有的事情 都有一个清晰的这个因果链 我们世上也说了 有这个蝴蝶效应是吧 当大卫纳斯米尔 在伦敦的贫民窟 挨家挨户走访的时候 我不相信他能在他的行动中 看到伦孙城市传道施工的成立 和所有其他乡村城镇 传道施工的成立 所以呢 这个大卫纳斯米尔呢 在帮助这个伦敦的 这个贫民窟的这些穷人 但是他的行为呢 却达到了这个伦敦城市 传道施工的成立 和乡村城镇传道施工的这个建立 当大卫纳斯米尔 挨家挨户走访时 我不相信他能在他的行动中 看到伦敦城市事工的成立 和乡村城镇事工的这个建立 没有 人能够预料到这一举动的开始 会带来何等的结果 和他的 啥种有何等的收获 继续行善做好事 一点一点的 你就会有一天发现 伟大的结果而感到惊奇 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以拥有在我们身上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 神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 这个惊喜 是吧 最终呢 我们会进入到 这个我们的新的教堂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非常的惊讶的 所以呢 做下一个摆在你面前的事 好好的做 为了主而做 做在主的身上 把结果交托给 这个无限的自由的爱当中 但呢 要期盼至少要收获一百倍 我们只是做我们 在我们面前该做的事情做了 就是坐在主的身上 我们看不到结果 我们只是把所有的一切呢 都交托给主 但是至少呢 我们要盼望有 要收获一百倍 有多少鸟 就是说有 曾经来到这个 借树 借树下来 七夕呢 我不知道 一天内有多少只 一年内有多少只 来到找到了这些地 吃到了他们 喜欢的种子 我也说不出来 当一个人得救了 会有多少人能够通过这个人 也得到祝福的话 没有人能知道 一个人能把祝福呢 也能分散在一片大陆上 使整个世界呢 都围上祝福的腰带 让我们鼓起勇气 在这邪恶的世代 撒好的种子吧 所以这个呢 就是这个 讲到的一个总结 这个四不真牧师呢 他清晰地提到了这个 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 事工 在这个时代 所做的这个事工 是有多么的重要 最后的审判呢 是要在这个千年王国之后 才会发生 举个例子来说 这个约伯和约瑟的 这些奖赏呢 还没有最终的决定呢 因为其他的人呢 还从他们得到了非常好的 这些积极的影响 所以他们的奖赏呢 是在越来越来的多 比如说呢 我现在要死了的话呢 我的死不是我 这个 我的这个奖赏就结束了的 决定的那个点 所有的一切呢 就算是有任何的人 或者有很多的人 能够积极地被我的信仰影响 甚至死后呢 所有呢 这些都会记录 影响到我最终的审判的 假设我要是这个 为这个新的这个教堂奉献了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呢 奉献给这个首尔中央教会 正在建立的时候呢 做了奉献的话呢 我觉得大约呢 是这个30年之前 是这个首尔教会 在印度冈斯德士那个地方呢 建立这个建造起来的 那个时候呢 这个首尔中央教会 是唯一的一个首尔的教会 但是从那个教会呢 所有的一切开始建立 现在呢 现在呢 在首尔呢 有60多个教会 有首尔杨春彩 首尔这个江西教会 这个西 在首尔现在有那么多的 这些教会 所以呢 所有的弟兄姊妹来 然后相交 然后得到安慰 当他们做的时候呢 他们这些人都会得到神的奖赏 通过这个教会呢 这个传道人呢 被建立 然后去各个城市 然后去外国 然后建立教会 传福音 同样呢 这个也是 这个奖赏的一辈 但是对于来说 这个达尔文呢 他的审判呢 他的这个 现在也没有结束 没有决定呢 因为他的这个 负面的影响呢 是越来越深 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呢 他的刑法会越来越大的 神呢 是全知全能的神 这就是为什么神会说呢 是百倍 提到了百倍 这个 这里边说呢 这个 只要弃绝呢 世俗的言语和老妇 荒谬的话 在敬前上超炼自己 超炼身体 艺术还少 唯独敬前 凡事都有益处 也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不仅有今生 同样的还有来生的应许 神呢 在我们的今生 也在帮助我们 是吧 今天是10月22号 我们有没有读这个 真言22章呢 我们来看一下 真言22章 我们一起来读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 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所以呢 神呢 把敬畏神和心存谦卑呢 是连在一起的 是一件事情 那这个他的这个 给他的赏赐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说的是这个富有 富有 所以那些 用一个诚实的心 跟存神的人呢 神会给他富有 这个富有来说 这个钱呢 我们天国是不需要的是吧 因为我们在这个 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家里 有很多的这些经济困难 是吧 所以我们必须得过一个 非常好的信仰生活 如果你要是富有的话呢 你可能 你可能就会 少 这个信仰生活可能少贵一点 我这是开玩笑 所以呢 富有以后呢 还会允许什么呢 这个尊荣 为赏赐 神呢 应许的精神和来生的 这些所有的应许 对那些放弃了很多的人 离去了撇下所有的人呢 神呢 这个允许了他们能够在 教会当中呢 做工 我们来看一下 萨迦利亚书 就是这个 旧约圣经的倒数第二章 第二卷书 萨迦利亚书三章 六节 耶和华的使者告诫 约束亚说 万君之烟华如此说 你若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命令 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 开守我的愿雨 我也要使你在这些战利的人中间来往 这里边说呢 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 我的家是什么呢 哪个是神的家呢 听彭带前书 里边说 神的家呢 就是教会 所以对那些 遵行神的道 遵守神的命的人呢 神就给你机会呢 来管理教会 是给这个教会里边的一些职份 同样呢 会有这个 看守神的愿雨的这个机会 同样呢 也要使你呢 给你机会呢 在这些战利的人中间来往 是吧 我们现在在这个教会里边 走来走去是吧 这个 唱诗班也是走上来 然后又走下去了 是吧 同样呢 这个姊妹准备饭的姊妹呢 也在这个教会里边 走来走去的在服侍 神呢 给这样的这个机会 来做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这个 有这个机会 能够在这个 神的工人中间的 走来走去 这样的机会呢 不是一个普通的机会 那什么样的信仰生活 我们应该过呢 我们应该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 那 这个基督徒说 这就是说呢 那我们将要得什么呢 神呢 对那个问题 神回答说呢 非常详细的回答了 因为他已经回答了很多的地方 已经把之前的问题都回答了吗 然后呢 彼得说呢 看到我已经赔下所有的跟从你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我们只需要爱神 爱弟兄姊妹 然后就可以大胆的过我们的生活 那神会让我们成为神坚强的这个士兵 会非常贵重的使用我们的 但最后呢 这个我们读的这个 本文的最后一句呢 有这个神的警告 神的什么警告呢 马太夫一诗语言三十节说呢 然而有许多债前的将要债后 债后的将要债前 神没有说这个有可能会发生 而是神说呢 有许多 有许多 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那些得救很长时间的人呢 很久以前得救的人呢 需要警醒了 所以呢 这个改变顺序的这样的事情呢 会发生很多的 甚至在圣经里边呢 也有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故事 虽然犹太人呢 是先有了应许的人 但是呢 这个顺序呢 却颠倒了 然后使这个外邦人先得了这个机会 举个例子来说 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也是一样的 假如说你的妈妈去 总是去教会 然后去了很长时间 但是你只是来了 这次福音不到会 只听了圣经 一个星期你就得救了 那这个顺序就改变了 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态度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就是无论如何 让我们按照我们已有的程度 按照一样的心智 按照一样的法则行事 这里面说按照一样的心智 按照一样的法则行事 就是说呢 按照我们已有的这个程度呢 按照一样的心智 按照一样的法则行事 无论我们得救了多长时间呢 三年呢 十年呢 这个没关系 只要是我们保守我们起初的心 然后拥有我们的救恩之乐 然后我们要记住 最开始我们得救的时候 那个心情 那个爱 然后呢 这个要扶 这个呼召呢 然后服侍教会 所以 虽然你最开始的时候 是用一个谦蔑的心开始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呢 你开始了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然后呢 你开始变得更加的这个 呃 在负面想法上 非常的活跃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小心了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职份 你就是必须得有一个新来的人的 刚得救的基督徒的这样的心态呢 来服侍 迪尔木尼呢 说的这样的一句话 他是一个美国的这个 呃 传道人 很多 许多人把过去的东西 像木乃伊一样塞进去 给他们喷香水 并且随身携带 他们把成就的这个木乃伊拿出来 然后呢 傲慢的说话 他说 你不知道 我曾经吃了多少苦 我以前就经历过 类似的事情 他说 就和一些电影姊妹呢 总是谈论这个过去的事情 那现在怎么样呢 他们总是拿着这个 老的这个木乃伊 一问他们的信仰的时候 然后就把这个老的木乃伊拿出来说 给你吧 就在这呢 所以呢 在最后的这节经文 刚才我们读到的 就是说 在后将来有许多呢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在后 在后的将在前 这什么意思呢 那神到底想让我们做什么呢 神不是说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信息 说这个事情会发生 就是说神到底想让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神需要让我们呢 要有这个 要有进步 首先呢 人要有进步 所以对那些 先的旧的人呢 他们必须得 要一点一点的进步 如果要是 要是一点点进步的话呢 就不会有这个顺序颠倒的事情了 有很多的 在我们的时代 时代呢 有很多的这个科技的这个进步 是吧 甚至我们的这个 手机呢 也进步发展了很多 是吧 所以呢 对这个什么 这一代 那一代 然后把这个 做得越来越轻 然后屏幕做得越来越大 它在一代一代的这些技术 都在手机都会在进步 但是这种进步 其实是不重要的 是吧 除非是 但是 在公司的这个角度呢 是非常重要的 要把它做得越来越轻 然后把屏幕做得越来越大 这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 现在在有什么样的进步呢 正像这个 这个公司想要 让他们的这个手机进步一样 那我们在这个 越扫越犯罪的这个事情 怎么样进步呢 所以呢 你知道这个 这个 Galaxy 4 5 四代和五代 Galaxy 四代五代 这个三星手机 他们之间是什么 有10克的这个 更轻的区别 然后这个 三星呢 就给这件事情 做了很多的这些广告和宣传 哎呀 我们这个手机 清了10克了 我们同样 也是可以说 我呢 我不能够放弃的这个罪呢 我现在已经放弃了 清了10克了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同样的 这个屏幕呢 也变变大了 那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呢 今年呢 为神做的功呢 更多了 所以呢 在圣经里面呢 有这个福音的进步 有福音的进展 福音的兴旺 这里面说 弟兄们 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 更是叫福音兴旺 就是有 让福音呢 更加的有进展 所以呢 在这个石头保禄的角落呢 他在监狱里 他可能看起来 好像是他在退步 但是在神的眼中呢 这个福音呢 是更多的被传播了 那这个是福音的这个 一个进步 一个兴旺 所以他在这个监狱里边 给这些人传道呢 这些人得救了 所以呢 虽然我有很多的 这些苦难 有很多的 这个健康的问题 但是通过这样的环境的话 这个福音 如果越来越被传播的话呢 在神的角度来说呢 这是一个进步 所以呢 福音被传播的这个本身呢 就是在神眼中的这个进步 那我们现在有进步了吗 这个福音在被传播吗 同样的在这个 菲利比书一章里边呢 说呢 就是在所幸的道上 又长进又喜乐 举个例子来说 有些 事情 去年呢 在教会里边 你不能顺从 但是今年的你顺从了 举个例子来说呢 你可能经常不抱怨 然后经常的不顺从 但是第二年呢 你这个进步了 所以呢 开始的时候只是得救了 也不能够服饰 但是第二年呢 你可以这个为神做服饰了 有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呢 我和他商谈的时候呢 他呢 是得救呢 其实并不是很长时间 他或者他 他说呢 我想做一个服饰 然后我真的是感觉非常的高兴 当有这个进步的时候呢 神是非常的这个喜悦的 我们不应该呢 这个退步 这个在天文泰前书里边说呢 这些事你要因群去做 并要在此专心 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举个例子来说 有些弟兄姊妹呢 他在过一个非常好的 现场生活 但是结婚之后呢 他们却 得结婚之后 却退步了 那你为什么要结婚呢 有些人呢 他们在过一个非常好的 在生孩子之前 过很好的现场生活 但是生完孩子之后呢 他们呢 这个开始往后走 退步了 那你为什么要生孩子呢 神呢 会非常 看到这个孩子 会感到非常伤心的 你曾经 在生这个孩子之前 你是过一个 很好的现场生活的呀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 神想要看到的 就是 这个福音的进步 和每个人的进步 我们看一下 天文太后书 我看一下 天文太后书 三章 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然后结束 叫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预备 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呢 这个天文太后书 三章里面 所讲论的呢 是你得救之后呢 你需要在信仰上 成长 并且呢 要完全预备 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 我们一周之后呢 有这个福音不到会了 所以 如果 虽然你呢 哪怕能够参加一天呢 你也可能会 接触很多的果子的 虽然你可能觉得 很难 就是能够领人 能够参加三天 那可能 但是你可以试着 就是让他们来参加一天 嗯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你周围的人 可能说 哎呀 我太忙了 我去不了 如果你对他们说 只是参加一天 一天就行的话呢 那他们就会 可能接受 然后就能来 是吧 嗯 一路的朋友 是吧 说我妈妈会 请你吃好吃的的啊 来吧 参加一天 嗯 同时呢 看了 给我一个很好的 这个 就是觉得说 好像有很多人 可能会在一天 会来很多的人 就是会参加一天 所以呢 我们仍然还有时间 我们还有五天呢 所以请大家呢 祷告 请大家努力的 把这个灵魂带过来 哪怕是周五 或者周六 或者周日 带过来都可以 因为这个首尔的宣告队 会过来嘛 所以说要能把他们带来 甚至很好的机会 Emily是不是也能带来 一个灵魂呢 我们 我们拉给我啊 Angel也是啊 犬 犬也是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的天赋 充满了这个 灵魂的天赋 我们感谢你 感谢神 拯救了我们 给了我们 传递 在国外 传递福音的 这样的机会 从明天开始 这个 韩国的这个 宣教队会来 访问我们 请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所有的人 都能够得到一个 非常有益的一个 一起度过的时光 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得到安慰 和这个 恢复 请求神 能够邀请 很多的灵魂 能够来到 这次福音不到会 能够得到救恩 对那些 生病的人 祈求神 能够医治他们 在心里边 能够 犯难的人 也祈求神 能够安慰他们 以上祷告是 奉主耶稣基督名 祷告 阿们